多項式 2乘2直式乘法 今天我要介紹一下多項式的乘法 多項式我們現在看一下2x加2乘以x加3 这是因为分配率的关系 变成说前面乘以后面 前面的每一項要乘以后面的每一項 一般的做法就是x次向乘以x次向 就是前面乘以前面2x乘以x 2乘以x 答案是2 后面乘以后面2乘以3 常数向乘以23乘以6 然后在中间2 2乘以x 2乘以x 外面乘以外面2乘3乘以6 所以两个加起来就是8 对答案 答对了 这是一般横式的算法 前面乘以前面 后面乘以后面 里面乘里面 外面乘外面 就是内层内外层外 这个要加在一起 这是横式的算法 然后同样的呢 我们可以用直式来算 这里就是最后 来教大家用直式的算法 也是一样 大家可以把这里看成 这个是直 这个第一行 是x平方向 第二行是x字项 第三行是 常数项 它的算法呢 就跟我们平常算 乘法是一样的 唯一差别是它不进位 这很重要 我们把前面的2x加2 写在这里2x 加上2 这常数项 再下来后面的呢 x加3写在这里 1x加3 计算的时候呢 也是一样 3乘2 常数乘常数 32的6 再下来 3乘2 32的6 再下来 这边1 1乘2 等于2 1乘2 12 等于2 然后在算的时候 就把这边加起来 常数的 加常数 直接的 拉到下面来 再下来 一次项 x的一次项 相加6 加2 等于8 没有错嘛 再下来 刚刚讲的 x平方 这边只有一个 所以直接拉下来 所以跟刚刚计算方法 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做法就是跟我们平常 执式的乘法是一样的 最重要就是它不进位 那我们呢 要来做 验算的动作 我们先回到原来讲的讲法 就是 2x加2 乘以x加3 因为分配率的关系 就是前面这一项2x 要乘以后面这个 全部的x加3 这边 再加上后面的2 要乘以 这个后面的x加3 再加3 然后再把 再做第二次展开 要把这个2x 乘以里面的每一项 2x乘以x 2x等于3 再加上2乘x 2乘3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前面头乘头 尾巴乘尾巴 内乘内 再加外乘外 当大家都 用不同方法算过以后呢 我们如果要验算说 我们到底算的对不对 我们可以把x 设成任何一个数 我们这边把x乘以3 带到原来的式子 带进去 好 刚刚这边 假设x乘3呢 带进去 2 3得6 6加2等于8 8 乘以呢 x乘以3 带到后面的 这一项 这边 3加3等于6 8 6 48 好 这个就是 如果用x等于3 带进原式的话 它答案是48 那如果说呢 把x等于3 x等于3 带到 我们算出来的答案里面来看 我们看它答案是多少 3 3 3的平方 33得9 928 再加上来 加上来 8 带进3 8 3 24 再加6 24加6 等于30 30 再加18 48 所以答案是一样 前面和后面答案是一样 这表示我们的答案 我们计算出来的答案是正确的 所以大家这边可以看到 用不同的方法 用横式的可以算 用直式也可以算 然后算完以后 我们再做验证 验证就是在吧 带个数值进去看看 这两个答案 原式跟答案算出来的值 对不对 这里就是 多项式的乘法 二乘二的乘法 就是两项乘以两项的乘法